嗨,大家好,我是科幻民布玛 今天继续带来星球大战前传系列的第二部 克隆人的进攻 在这一部里面,克隆人军团将和机器人大军展开大战 参战总人数超过100万,非常的震撼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设定 在电影中整个银河系就是一个共和国 叫做银河共和国 每个星球都是它的加盟国 不过表面上银河共和国的议会管理着每个星球 但实际上由于银河议会的腐朽 许多星球正密谋着独立 银河共和国并没有大规模的军队 主要靠一支绝地武士团起到维和部队的作用 而本篇的前作呢 就是那部星女王在绝地武士的帮助下 反抗侵略者的故事 不过那部星的女王都是有任期的 在这一部里面呢 她已经卸任了 我们就可以改称她的名字帕德梅 本篇刚开始呢 帕德梅的飞船便莫名遭到了爆炸袭击 幸好她一直有用提身的习惯 这次被炸死的只是她的提身 银河议会的议长知道此事之后 刻意派两位决定武士去保护她 而这两个人呢 就是主角安娜金 以及她的老师欧比王 他们俩和帕德梅是老朋友了 尤其是安娜金 她其实是喜欢帕德梅的 没过多久 刺客再次来袭 这一次她把两只毒虫投进了帕德梅的房间 不过安娜金师徒很快便感知到毒虫 杀掉了他们 此后师徒俩顺藤摸瓜找出刺客 并在经过一阵都市狂飙之后 活捉了她 刺客坦白自己是拿钱杀人的 而雇主呢是一位赏金猎人 其实那位赏金猎人就在附近 他立刻用毒标射杀刺客 自己逃之夭夭 而这枚毒标呢 就成为了破案的唯一线索 这件事后 大家担心帕德梅再遭袭击 让他回老家那部星去躲一躲 到这里呢 师徒俩便分成了两条故事线 老师欧比王负责追捕赏金猎人 而安娜金则负责贴身保护帕德梅 咱们先说老师这一遍 他调查那枚毒标之后 得知能生产它的 只有一颗天远星球 卡米诺星 他在经过不少波折之后 终于找到了那里 而这颗星球极其擅长克隆人技术 他们的首领告诉老师呢 此前有一个决定武士 从他这订购了一只克隆大军 目前呢 克隆大军已经造了20万人了 还有100万人正在生产 老师听后非常震惊 因为包括自己在内 整个决定武士团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吧 这个订单是本座的反派势力 假借绝地武士的名义定下的 里面蕴藏着一个很深的阴谋 不过那些阴谋都是很后来的事情了 就这一步而言 大家记住克隆人军队有三个特点就可以 第一 他们的所有权归绝地武士团 第二呢 他们来历不明 第三 他们数量庞大 战无不少 这颗星球的首领介绍完克隆人军队之后 表示所有克隆人的原型呢 都是同一个赏金猎人 老师一听赏金猎人四个字 顿时眼前一亮 提出要与对方见面 结果发现 对方正是自己追捕的目标 两人展开一场搏斗之后 赏金猎人假计逃走 而老师经过一路的追踪呢 跟着他来到了又一座星球 这里就是著名的杰奥诺西斯星 他因为极其擅长生产机器人而闻名 老师在这里一番潜伏之后 发现大反派杜库伯爵 正会见许多星系的领袖 这些星系都想从银河共和国分裂 现在呢 他们都服从杜库伯爵 而他们的军队 就是这个星球上所生产的 数以百万计的机器大军 他们不久便会对银河共和国 发动进攻 老师立刻把这一切都汇报给其他的绝地武士们 不料 话刚说完 就受到杜库伯爵的袭击 被他俘虏了 老师的剧情线呢 暂时到此为止 接下来我们看安娜金这一点 虽然呢 他的任务是保护帕德梅 但是在那不星的田园风光衬托下 这一次保护更像是一场约会 两个人很快不如爱河 可就在他们要更进一步时呢 帕德梅却恢复了理智 因为安娜金即将成为绝地武士 而绝地武士严禁恋爱 两人沉重分开之后呢 安娜金做了个噩梦 梦里自己的母亲正濒临死亡 她和母亲阔别已久 实在是忍不住担心 于是执意去见母亲 安娜金回到老家之后才得知 母亲不仅不再是奴隶 还恢复自由身嫁给了一个男人 可当她找到那个男人时呢 却得知母亲在一个月前采磨过时 被火凶残的沙民所掠走了 其他人曾想营救 但都有去无回 现在她一定已经死了 安娜金对此无法接受 她久经奔波之后 竟然真的找到了沙民遗地 还发现了母亲 可惜母亲已经气息炎炎 见面不久便死去了 丧母之痛让她丧失了理智 她愤然屠杀了整个营地的沙民 这处转变为安娜金以后的悲剧 埋下了伏笔 这之后呢 安娜金收到了老师此前发来的信息 也目击了她被抓的过程 于是她和帕德梅赶到了 基奥诺西斯心去营救 两个人本来想抄小路的 却误入了机器人的生产线 差一点被做成机器人 而安娜金的光剑 也被流水线压坏了 他们俩只好束手就擒 和老师关在了一起 杜库伯爵把主角三人 绑在了竞技场里面 想用三只怪兽杀死他们 但是在决定试图面前 三只怪兽算什么呢 他们不仅轻松地打败怪兽 杜库伯爵见状联盟增派毁灭者机器人 包围了他们 就在这时 许多决定武士忽然杀入场内 原来决定委员会 自从得知安娜金的老师贝福 便派200名决定武士和学徒去营救 他们只是比安娜金来得稍微晚了点 杜库伯爵见识不妙 又增派了更多的机器人来攻击 双方在竞技场里面爆发了一场大战 这颗星球的土著 都被大场面吓得飞走 而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位赏金猎人 因为给杜库伯爵卖命 在此战中被一名决定大师杀死了 这场战斗矿人持久 尽管决定武士们越战越勇 奈何机器人却根本杀不完 最后他们死伤惨重 只剩精英幸存 就在这时 尤打大师终于率领克隆人大军来救援了 虽然克隆人军团来历确实可疑 但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们已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不得不用了 事实证明 尤打大师的抉择是正确的 克隆军团刚加入战斗便逆转了局势 接下来克隆军团乘胜追击 以20万人兵力和100万机器人军团展开了决战 机器人虽然数量众多 但是在克隆军团的攻击下 就像把子一样脆弱 有几艘新舰想仗着皮后逃跑 结果也被重型激光炮所击毁了 杜浦伯爵先是跟着部队一路撤退 最后甚至抛弃军队 自己逃走 不过走前 他从杰奥诺西斯星的首领这里 拿走了死星的设计图 这种拳银和戏斗前走未见的武器 将在未来登场 主角们自然不能做事 杜库伯爵就这样逃走 安纳金试图率先追了上去 可杜库作为曾经的绝地大师 战里惊人 轻松的就打赢了安纳金的老师 情急之下 安纳金接过战局 结果被砍断了一只胳膊 好在尤打大师又来救援了 他曾是杜库伯爵的老师 两人几番交手不分胜负 最后杜库伯爵不想再打 想砸死安纳金试图 尤打大师被迫用原力营救 而杜库伯爵则趁机逃之遥遥 至此呢 本作的大战终于告一段落 人们称这场大战为 第一次杰奥诺西斯战役 此次战役 克龙人军团损失轻微几乎完胜 而决定武士的200人营救队呢 却伤亡过半 就这一点而言 决定武士们虽胜又败 而这场战斗期间 银河议会的议长 以维护银河安全为名 毒断了越来越多的大权 最后他甚至把克龙人军团 纳入自己回下 电影最终以他 建一个克龙人大军为结尾 这一幕画面 着实让人充满不安 除此之外呢 安纳金最终还是跟帕德梅 秘密的结了婚 不知道这种背弃绝地教条 换来的幸福会持续多久呢 另外在反派那边 杜库伯爵把死刑的设计图 交给了更大的幕后黑手 西斯尊主西蒂厄斯 我们从杜库伯爵的脸上 看不到丝毫战败的军破 原来呢 本片所发生的一切 全是他们二人计划的一部分 银河共和国的未来 仍然被阴云所笼罩着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克恩凡斯 愿原力与你同在